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 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 在接手路透社专访时表示 与中国完全脱钩是错误的 这将对德国和欧洲造成伤害 对于德国未来新政府 默克尔建议德国和欧盟 继续和中国合作 他说中国有很好的科学研究 和高效的产业 中国制定了非常长期的战略 更长期的可预见性和可靠性 在科学系统中非常重要 默克尔强调 尤其在科学领域领域 不应与中国脱钩 中国在人工智能等方面 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